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1年10月24日星期五 拍片的時間就大家晚上7點多鐘 來一節馬圈短打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賽馬消息話題 第一件事就說回史卓鋒 他離開了香港就不久了 已經立刻在武洲復出 大家記得他之前在香港說自己有傷 當然他復出快的程度沒有彭國年那麼快 但是都是相當神奇地康復的了 這條片也會交代他移在澳洲的情況 以及將來的前景 也有些事情是跟香港繼續有關的 第二件事講到霍利時 這幾天大家都討論了很多 為什麼離開 他的個人性格等等 也有提到他的兒子霍宏昇 很多人都擔心霍利時離開 對霍宏昇的香港發展會有影響 因為沒有了靠山 但是正正霍利時其中一個離開的原因 都是跟這個霍宏昇真的有關 也都在這條片可以跟大家拆解 第三件事就有關於這個叫做 世界賽馬記的領頭羊高多芬 他們的掌託人 這個希希穆哈密達 即是穆罕密德尤掌的一段 都不是叫做花邊新聞的 因為上了那些主要的報章 新聞網站的了 是頭條的新聞來的 這件事也牽涉了英女王和英國方面 在這條片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件事 此前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麻煩可以按訂閱和按旁邊的鐘 就是更好 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多謝 首先講到高多芬的掌台人 希希穆哈密達 毛肯密德尤掌 說什麼呢 話說他和第六任的妻子 叫做巴勒哈也 李芬 這位是英國的太太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這件事 在為Facebook page介紹 但大家 其實Facebook page 都是來自BBC的新聞 或者《韋報》的新聞 翻譯回來的 我基本都是用中文 跟大家交代這件事 主要是說 早兩天英國的法庭 判了希希穆哈密達 在這個離婚案件裏 要賠5億5千4百萬磅的善養費 大概五十多億港幣 相當之和美 這件事有兩個重點 值得和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 那些花邊新聞 講到他家的生活 多麼極盡奢華 例如兒子三歲生日 他那個兒子又喜歡玩玩具 撥撥車那些 誰知道生日送三部超級跑車給他 是說真的可以駕駛的那些 三部不是一部 極盡奢侈 這個很正常 人家毛肯密德郵掌 連高多芬都養得起 養馬是最貴的 還養了總馬 我們在廁所開的水龍頭 開了一些自內水 或者生水 但是這些郵掌 人家在家開的水龍頭 開了一些石油出來 當然是有錢 所以這個財富 就不是我們可以想像到 這麼富幼 第二件事就是 涉嫌以以色列的公安機關層面的軟件 即一些監控的軟件 叫做非馬監控軟件 就向英國前妻 這件事就追蹤他的行蹤 這件事呢 都相當之鬧得很大 因為有很多傳媒暴動了 不過因為阿聯酋 和英國的外交關係 加上這個 無可密德遊長 和英女王 本身是老友 在賽馬方面的朋友 所以事件才不了了之 不過這件事 為何要追蹤他的前 這個老婆 為何要監控著他呢 原來就是 就是說這個Panis Harna 是派摸給老公在先 就在英國和其中一個保鏢有老 然後呢 就給其他保鏢勒索 情急之下 就用了一個女兒的戶口 給了差不多700萬磅 是小女兒都這麼多錢 即是意思是戶口的 的掩口費 後來呢 才驚起上來 就帶了子女去英國 要求離婚 沒錯啦 堂堂的阿聯酋國王呢 就是被別人出軌 還要自己給善養費 這個呢 都可以說 相當之是一個有趣的事件 所以呢 就說 為何有關於英女王呢 因為那位太太是英國人 蜘蛛姆當 就要罵到這麼大 上到法庭這樣 所以呢 最好在英國 站在英國的立場 當然是 盡量低調就越好 可以說 唯有就是這樣說 現在這個高多芬的坐醫 是相當之強盛的 譬如說 在這個 前進尾單 大家看到很多藍色衣服 在一起考 為了分辨顏色呢 他們有藍色的帽 有白色的帽 有藍帽 有藍帽加粒星 有紅帽 有橙帽 我想呢 現在的情況 應該多加一頂綠色的帽 就會設合 這個無可密德油獎的情況 第二件事呢 就說回霍利時 之前提到他很多離開香港的原因 昨晚在小弟的直播 文建卿也爆了給我聽 其中一個霍利時離開的原因 除了說成績差 不受尊重 覺得馬會的政策 對他很不公平 之如此類 和霍宏昇 他的兒子都是有關 大家可能會覺得 他這樣這次離開 就會令到霍宏昇 初遺步到香港沒有了靠山 是不是對兒子不住呢 或者沒有理會到兒子呢 但是相反 正正他這次離開 就純粹為兒子好的 第一 我之前說過 他離開香港 其實已經覺得 根本上 帶了兒子來香港騎馬 已經完成了他最後一個任務 一個最大的心願 他可以公誠身退 第二 就是說他怕自己留在香港練馬 霍宏昇會令到其他練馬師忌憚他 意思是 其他練馬師用霍宏昇 會不會跟霍宏昇有關呢 譬如說 你的馬跑得好 會怕被霍宏昇叫馬 或者將你的馬的情況 告訴霍宏昇 令到霍宏昇有多一層 其他馬房的資訊等等 他怕兒子和自己一起 在香港馬去發展 反而令到兒子 沒有其他練馬師 得到他的信任 所以霍宏昇 接合剛才說的成績差 不受尊重 馬會政策不公平等等的原因 再加上兒子的擔心 所以他選擇離開 可以說 身為父親 他這樣離開 都相當之偉大 因為自己 他回到南非 據悉 就不會再練馬 一回到南非 就馬上說是退休 全退 就留回香港這片天地 給他的兒子打平 都是相當之合理 但都是一個很偉大的決定 作為父親來說 第三件事 就說到史卓鋒 史卓鋒在昨天 即23日 在澳洲 已經復出 哥士福馬場的半扶仔 半城市馬場跑馬 兩隻坐騎 全部都上名 這兩隻都是初出馬 即是他跑新馬賽事 一隻跑第二 一隻跑第三 這個就是他之前都說的 他說他是看過這些馬匹的試襲 或者操練的表現 覺得他們有前景 所以才拿來跑的 之後他就會在星期六 繼續跑馬 亦都會趴火這個好好馬 就是再次上陣的 這次應該是星期六的事了 就看看到時的情況會怎樣 史卓鋒 今次離開香港 最後兩三個禮拜 就說他有傷 要養傷 一回到澳洲 過來星期一 立即復出 即是說香港那些傷是甚麼的 即是為甚麼 在香港要養傷 在澳洲鬼打都沒有這麼精神 快要復出 當然 他那個離譜程度 就沒有這個彭國年那麼嚴重 彭國年 在香港要養傷 要養成一個多月 但一回到法國 一下飛機第二天 就馬上跑馬 即是怎樣呢 是否香港的醫療主任 開醫生紙特別鬆些呢 好像我們去看西醫 有些醫生 就開架子 開得鬆些 有些是緊些 問長問短 甚麼甚麼 可能馬會這個醫療主任 就開架子比較鬆些 是否這樣呢 但這個 昨晚也是直播 Horman 我的嘉賓也有提到一個因素 都挺有趣 就是香港 受醫的檢驗是很嚴格的 譬如說蔡區來香港服役 是很嚴格的規定 稍微有些疾病 都是要彈走你的 即是 直播稍微有些碎骨 或者稍微有些傷患 都不讓他們來香港的 那些自購物 可能人方面都是這麼嚴格的 即是騎士稍微有些傷患 稍微健康不是十足狀態 都不讓他們上陣 如果是怎樣解釋 可以說香港的醫療 就是馬會醫療的制度 或者監察的水平 是非常嚴謹 唯有這樣去解釋 否則你又怎樣可以解釋到 彭國蓮和史卓鋒 回到祖家 可以鬼打這麼快 康復到馬上陣呢 最後都簡單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去Patreon 和YouTube會員頻道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面 給like、comment、share 我都會一樣感激大家 無需要課金都一樣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晚的 閃馬田賽馬集作 祝大家聖誕快樂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